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语音解词,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退音及相关的词。 我们祖宗在无形的非物质的所谓的灵性血气生命背后的主宰操作者、操作者、管理者、主宰者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反反复复的观察思考、揣摩和研究。 那么用了好多音及其相关的词跟我做了分享,比如说烈啊、气啊、挤啊、能啊,后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意啊。 因为什么这个东西确确实实,它属于无形的非物质的,你没法展现,你从无种程度上讲,说不清道不明,那只能啊,反反复复的用不同的这个音啊,字啊,去说明, 去呃,展现,去分享,去交通,啊,让大家呢,通过这个自信啊,啊,自信去印证,去感觉啊,呃,你说真正正正正的呈现摆在这儿,那是不现实,你也做不到。 那么,我跟一些朋友分享的时候,一些朋友也说,哎呀,你这个东西,迷信啊,行,看不清,摸不着的,你这就属于有这个,胡说八道啊,忽悠人啊,骗人啊,迷信这么一层含义。 我说,呃,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也没法证明啊,我也不能展现,但是呢,我还是那个样,啊,呃,因为我们现在啊,有磁铁,啊,大家去感觉感觉那个磁铁之间肯定是有利,啊,那么你说它是物质吗? 不是,它存不存在呢?肯定存在,其实很简单的道理,这也是我们人类啊,这个规则使然啊,发展到现在以后,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东西的存在,我们祖宗啊,也是前夫后继啊,探索,摸索,蒙,啊,搞出了磁铁,啊,那么明白了有一个所谓的磁场,所谓的场,到现在好多人拿场说是,那么这个东西它就是,呃,就存在,但是呢,哼,看不见摸不着, 无色无耳无羞,什么都没有,啊,无形,啊,不属于物质,但是呢,你从目中程度上讲,我们也用不着什么先进的仪器设备啊,啊,装备感应器啊,就能感觉到,拿着两只手就能感觉到,啊,磁铁的正负极之间那个力,那就是属于无形的非物质的,啊,你否认不了,你再怎么着,没有用啊,那就是这种存在,那么我也不是想去跟谁去讲,那你就去跟那个东西去讲,啊,你,那我也没办法, 我也只能领到这儿了,也只能讲到这儿了,也只能分享到这儿了,啊,你可以压你印象,把它那个显示出来,那你也的,啊,哼哼,呃,承认,啊,那是确确实,就是无形的,啊,只是,哼,通过物质展现出来,啊,那还是啊,无形的,你,只能说吧,通过印证,知道它确确实就是一种存在,啊,非物质的, 好多人说它,说不清,啊,那你说不清,能不能感觉得清呢,啊,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其实呢,这些,呃,认知啊,感知,感悟知,信息,祖宗啊,都是,呃,千百万年,千百万代啊,啊,一点一点累积的, 那么,哼,这个,祖宗呢,呃,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这个特开头的这个因子,啊,主要祖宗就是基于一个把,嗯,这个世界呢,划分成两大块,啊,通过各自,每一个个体感觉到的,那个无形的,非物质的存在,那个自己,啊,那个,呃,集,啊,作为一部分, 啊,以外的,啊,叫做它,也叫非基,那么这个方向,对同样的,所谓的意啊,利啊,气啊,能啊,意,呃,这个,这个,这个,等等,这些,啊,无形非物质的存在的一种描述的,或者是一个思考,一个研究,一个观察,揣摸的一个方向,一个,啊,那么沿着这个方向呢,那祖宗自然而然就要想到,啊,就会考虑到,就会去揣摸到,啊, 那么这个几和非几,几他之间,那么肯定也会发生相互作用,实际上也确实也是如此,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每一个个体都跟其他的个体发生互动,啊,嗯,相互作用,啊,相互支持,相互扶持,相互利用,啊,相互,相互支撑,相互奉献,相互陪伴,相互,相互,这个, 嗯,这个,甚至于互害,啊,等等,就是所谓的一些,嗯,交通,交流,互动,啊,等等,这么一个行为,或者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这样一些现象, 那么这件本质呢,就是说,啊,这个,用力来说,其实力啊,能啊,意啊,气啊,脊啊,等等,都是一回事,啊,一个东西,啊,那么就是这个力,我们单纯用力来说,啊, 啊,那么就是这个力呢,啊,的这个,方向性的,啊,这种,这个,接触,啊,碰撞,或者互动,啊,就叫做推,有了什么一个推音,那么这一个呢,嗯,我们单纯从这个,呃,意义上讲,就指这互动,啊,几何飞机之间的这种互动,几何他之间的这种互动,就叫做推,那么推是推什么,推力啊, 那就是力啊,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这就是推的最基本的含义,那么,对几来讲,那就是把力发出去,啊,送出去,啊,呃,传出去,啊,这么一个方向,那么对这个,他来讲呢,那就是,接受,承受,啊,呃,呵呵,这个,容纳,啊,有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这个推啊,是带有方向性的,啊,那么,这个推呢,这个字呢,也有两个字,来代表这个方向性的不同,一个呢,就是提手推,就是所谓的这个力啊,啊,呃,是向前往外的,往飞起的方向,啊,叫做推, 那么接受,你比如说我也接受别人啊,你推,我推,啊,叫做推,就是,呃,退后的退,我们今天叫退后的退,那么前后嘛,退前,退后嘛,所以呢,这只接受,啊,容纳,啊,这个承受,啊,呃,承载,啊,忍受等等这么一层含义,所以呢,就有这么两个退子, 那么,这个退呢,那,有代表性,从某种程度上讲,180度的相反,那这也是就是180度相反,所以呢,我们祖宗呢,又用了另外一个,呃,字,来描述这种,呃,要认真,严谨,仔细的去,啊,研究,思考,揣摩,啊,印证的,这么一个,一含义, 就是一个心意,啊,呃,也叫做特,啊,我们在特因里头跟大家做了分享,一个心,加个意子,那么是指着什么呢,就说你要去思考,啊,用有心,啊,啊,这个推和退之间这种关系,啊,180度相反,啊,是不一样的,啊,是特殊的,啊,是特别的,啊,嗯,是非常的,啊,所以呢,这个退呢,又有非常,特别,不一样, 嗯,等等这个含义,和特啊,的含义是一样,我跟大家多分享,我一个字呢,你先抛出这个音,它的含义呢,都一样,有它的内在联系,所以呢,有了这么三个字,这是最初的,呃,原意的发展,啊,就这个样子,但是呢,这个退和退呢,今天,我们祖宗留给我们字典当中,给我们的说明呢,这个含义就非常的广泛,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就是说这个力,你使出去了以后,你加出去了以后, 啊,你推出去了以后,那会怎么样呢,无非就是动,啊,因为你,你有行为了,所谓的,那么你动了,你才能推出去,推出去以后呢,被推的肯定有动,或者你做事情有继续,啊,你做,啊,有开始,啊,嗯,甚至还有停止,啊,还有这个,呃,收回等等,各种各样人的,呃,行为啊,动作都可以跟推的连起来, 所以都是主动,啊,出,推啊,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主动的意思,所以呢,那么,有了这个推,啊,的拓展的含义,因为推动,所以啊,主动说,啊,推就是动的意思,啊,应该没有推动,啊,有进的意思,你看,推进,啊,这就是,呃,我不能说祖宗啊,就是说,哎,嗯,怎么说呢, 他就是没认识到嘛,但他又是,在那个阶段,又是从事文化工作者的,那他就这么,把这个东西解释给我们了,哎,那么,大家呢,又都接受,因为什么,自古以来,不管是哪个民族,能弄动文字的,没几个,就能认识的也没几个,我跟大家再三分友,一百个,有个七个八个的,五个六个的,就不错了, 大部分人只会发音,不会写字的,啊,能写的很少,很少,凤毛铃鸡,你写字,有的官员都,就是做官啊,一个县里都,他做个官,他都不识字,啊,所以县官需要师爷,啊,师爷识字,所以呢,就是这个,没办法,啊,所以呢,那么,他在这次担当,他也就认识到那么个水平,但是呢,你不能说,哎呀,祖宗如何如何,他有的,啊,当然了,有的有意,有的无意,啊,那么说,有推动,推进, 继续,开始,啊,甚至于呢,嗯,你使出力来了,嗯,好的,当然大家都接受了,推动啊,啊,推磨啊,推车啊,哎呀,这些东西,那后面跟名词的就是个推,是指用力了啊,这个原意,后面跟着动词的啊,就说是推和这个动词是一个含义了,所以今天大家自己去印证,自己去查,自己去考证,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呢,你,这个这个这个,呃,前面是个 推,啊,后面是跟动词的,啊,祖宗都认为他这个,呃,这个推和这个词一样,什么,推翻,啊,推有翻的意思,推哪有翻的意思,推才能翻,呵呵呵,怎么说呢,实际上呢,推动词,后面动词是推的这个结果,啊,我推,被推的那个,他也有一个反应,他的动作是什么,所以呢,是这么一增长,而不能说一样, 为什么,但是这个推和推,他有,有一样的意思,你既是推,也是,也是退,他都是一个因,所以这个推,其实本身就有,呃,退的意思,那我们叫,推让啦,你们退让,推让,呃,都有这层含义在里头,啊,大家自己一边玩就贫,那么还有强弱,你推是强,你主动嘛,那那退就是弱嘛,那还有退,他不退,他没反应,还有的呢,你退我,我还得退你的,所以还有矛盾的意思, 还有争斗的意思,啊,等等这个含义啊,我们不已经展开太多了,字典里头写的都是很有限,啊,那那也都是,哼,哼,不管是从哑,还是,儿哑,还是稍文解字,还是什么,其他的啊,嗯,祖宗都有好多,这种书籍很多,字典式的,那么都有这一个,那么,这个出去的这个方向啊,我们这个历史出去了,还有一种意思,就是传递, 所以这个退有传递的意思,传递呢,传递什么,就是好东西吧,所以呢,啊,我把好东西 推出去,给你,就是舍己,实际上呢,呃,某种程度啊,你可以说是交易,那么就要,我也要啊,接受你的,推给我的,所以呢,那么你这个给予,施予,啊,某种程度上叫,所以叫施舍啊,或者我就是给了,我不要了, 那么就等于把自己,缩小了,把脊缩小了,所以才给出去嘛,所以这个推呢,还有,缩小自己,啊,通常情况下就指着,自己皮肤以外的东西,皮肤以内的也不能给,啊,所以也推不出去,那么,通常是衣物,啊,食物,所以呢,后来呢,就有了这个退,啊, 衣子的退,衣子的退呢,就指着,嗯,拖去,啊,去掉,舍弃,啊,没有了,丢失了,亡了,啊,这是一样,通常之间,大家古店的时候这个衣服,很重要的生活资料,又能包暖,又能遮羞,啊,还能遮阳,啊,等等等等吧,那么这些东西,大家之间就是,推出去的,给的呢,就是,还有食物,所以呢,跟衣, 啊,食,嗯,都不能说一个衣,食都放到一起吧,所以就有这个退,啊,嗯,这个一个衣啊,加退后的退,那么有这么一个退子,后来呢,那么有一些消失了,因为你,给别人了嘛,你对自己来讲就消失了,那别人给我了,对别人来讲,那也是别人消失了,他都有消失的意思,后来呢,颜色啊,也叫消失了,叫褪色,啊,嗯,等等吧,特质衣物,衣物有颜色,啊,嗯, 啊,这是后来的一个演变,那么再后来呢,那走动就发现,不管还有虫啊,你比如说,啊,治疗猴,啊,那个,那个,呃,蝉,蝉猴啊,那个,还有这个尖啊,等等,他也会,从这个皮啊,里面爬出来,包括螃蟹,啊,什么,这个夹壳类动物,他都要,从这个,他要成长啊,成长以后呢,那就要,从这,旧壳里头爬出来,再再长一层,再过滑一层,大的一点一点,升级,长大, 那么这个过程呢,也叫做退,因为你也相当于人脱衣服嘛,所以有个虫子旁加退的是这个退,叫退变,啊,退了就变了嘛,呵呵,啊,所以这个退也实际上这个含义很多,那么读宗呢,就啊,这个,这个退有了其他的动词,啊,那个退有变,啊,有化,啊,退化,啊,就反正你就是变化了嘛,你前进也好,往后走也好,呵呵,这个,退变呢,就一般呢,还是往前,啊,有退的意思,啊, 退化呢,是指这,呵呵,呃,后的意思,啊,望会缩的意思,所以呢,这也是退退,啊,退退的退,这两个字,这两个方向上呢,一个成载,那么有了这么一个退字,那么,还有呢,呵呵,这个退,这个音啊,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特别的特,这个,心仪啊,那还有差别的意思, 为什么,那它就,其实它本身啊,有特,特殊,不一样,不一般,啊,非常,很,那么还有差别,实际上这都是一个意思,用不同的词,音,去描绘而已,我们要提一下,就是有差别,哎呀,这差别,差别,用久了,就叫差错了,哎,所以这也有一个演变的路径, 那么,推,这是很正常的,啊,嗯,相互交往,所以相互的碰撞,相互接触,啊,相互磨合,相互支持,相互等等,如何如何,那么还有,推大了,啊,我们说有强有弱吗,那就向房子推,啊,你使上力,倒了,所以呢,倒了就垮了,啊,坍塌了,所以呢,总终,啊,又把这个推演变出,坍塌,倒,啊,望, 啊,没有了,哎,这个,死了,谁谁死了,啊,也叫做退,啊,嗯,从上往下流,也要退化嘛,往下,这这,嗯,堕落嘛,哎,往上呢,也有啊,推上去,那么这个,主要是不好的,啊,就有了一个秃子的秃,加个叶子,哈哈,也叫做退,啊,你的这个毛没有了,也叫退毛,啊,也叫退肺,啊,你,你,这个,也,情绪啊,呃,不稳,啊, 这个,这个,这个,掉水里头沉底,啊,等等,这都叫退,啊,都可以叫退,啊,嗯,退肺,啊,呃,退败,啊,退坏,退王,退,甚至呢,还有顺,为什么还有顺,啊,就是意思呢,温柔,啊,还有温柔的意思,你退我, 从某种程度上讲,不是正常的这种退,啊,就是正常的这种交流,你,你,呃,给我个什么东西,或者帮我一把,或者是说,啊,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呢,挑衅性的,啊, 啊,那我,我可能就反过,可能不是,我认为是,那我就反退回去,哈哈,所以退啊,还有两方面啊,那么我反退回去,那就,两个要起冲突嘛,就要打架嘛,就要争吵嘛,就要有矛盾,那么还有一种呢,那你退我,我啊,没反应,我接受,啊,我也不退回去,你退我什么样,我就什么样,啊, 啊,我退,啊,能退,我就退,不能退,我就在这,你力大了,那我就退,啊,不,力不大,那我也无所谓,我也不再施加力,跟你去真正队卖王, 针锋相对,那么这个呢,不就是顺嘛,啊,就是接受嘛,所以呢,这个退啊,还有接受,啊,还有好,哎呀,顺,啊,还有这个软弱的意思,啊, 嗯,和那个怂啊,差不多,那么一个意思,就是,嗯,给人一种呢,就是,嗯,不坚强,啊,软弱,啊,嗯,没有用,啊,等等,这么一层,啊,也当然,更多的是顺啊, 啊,那么所有这些,推呀好,强呀好,啊,软呀好,侦呀好,费呀好,给呀好, 名义上看着的,是手,胳膊,啊,等等,其实我们主要是手做工嘛,手这些行为,但是本质什么,本质还是退,啊, 利的根基 利的基础 就是腿 就是我们下肢 看着是上肢 但是我们要考虑下肢 没下肢我们也退不了 也退不了 其实 你历史书记实有于下肢 这个腿支撑我们 你不去推 去被推 那么也是腿一样的 所以呢 就这个器官这个肢体 就叫做腿了 有了这么一个腿子 月子旁加腿子 这个是腿 后来呢 所有这些东西啊 不光是人的腿了 这个桌子的 桌子腿 凳子凳子腿啊 各种各种 就是支撑基础 架子啊 这个含义都在里头啊 所以叫腿 有腿 这个腿字 那么这个腿讲到这呢 我们不说吗 所有的我们 人的这一些啊 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的 操纵这个人身啊 所一切的行为动作啊 呃 包括 拿着研究 观察研究啊 也 可以讲叫腿 所以呢 腿还有研究 观察 啊 呃 这个 试探啊 蒙 啊 呵呵 这么一层含义 你比如说腿敲 啊 腿一下敲 因为我们不知道吧 试一试 你说那个地方 那有有个东西在那挡着 那我们想过去 那是使劲呢 还是 不使劲呢 不使劲挡着 那使劲大了可能被筐一下啊 呃 摔个 什么嘴坑泥啊 嘴坑地啊 呃 等等 那尴尴尬 或者还有危险 那怎么办呢 就慢慢的去试探啊 去蒙啊 一点一点的 也要推 所以有研究啊 观察啊 思考啊 揣摩啊 研究啊 呵呵 当然还可以说有印证的意思 所以呢 推胶啊 嗯 呵呵 这个呢 也要大家自己去慢慢的去品味 去那个什么 呃 印证啊 那么推字呢 我们基本上常用的 呃 也就是这么几个字了 那么 关于推音啊 呃 积极相关的字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好 谢谢大家